對黃寶聯盟的夥伴 我們今天到在這個記者會 其實有兩件主要的議題 一個是黃寶聯盟針對年度時代的環境新聞 我們做出一個票選 那從環境新聞的票選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去年一整年的台灣的環境 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票選 然後分析出未來的政府跟未來的國會 可以去參考的一些政策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 我帶一張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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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了 剛開始了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是因為 要針對台電的這次的店家盈語 黃寶聯盟是希望呼籲說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個店家盈語 作為節能跟綠能的推動使用 不要很輕易的把它減少 就是在店家上減少的一點點錢 它對台灣的環境是沒什麼幫助 那我們先請黃寶聯盟的 創辦會長石清明老師來針對十大的環境性 做一個分析這樣 各位媒體理事小姐先生 二位先進 二位夥伴 我們上 又是一個新的年度 我們很快很快來上攻 在各方面來努力 今天這個記者會 我們環保聯盟等二十多個團體 我們對2015年十大環境新聞做了一個票選 選出十大環保新聞 這當然講的是去年的一個新聞事件的 這樣的整理 並且也都代表著去年很大的一些新聞事件 充滿了很多的社會上的這種 回應跟政府各方的這種關切 一個非常大的意義 那麼這十大環境新聞就從這一張看板上可以談到 第一個是抗疫空氣污染的嚴重PM2.5 這是去年12月25日的事情 尤其全台灣在台北抗疫 當然在總統府還不到全面 第二件是高雄後進武清廠的這個關閉 高雄在後進的年齡總廠在12月31日做關閉 這當然是在憶世民國78年政府的承諾 但這也代表著一個在高雄市或是團入武清廠公開的一個歷程 第三件的事情是日內光排放廢水 二十年被宣判無罪 這個對水污染防治 對我們一些水體 農地的保護是非常大的傷害 我曾經跟高雄市環保局請教 他說他們非常傷心 他們大致的工作都在這個地方歸零 很多環保的努力受到很大的打擊 那相對的我們連這個基本的公害都做不到 得不到一個保護或是一種環境的正義 這是非常傷心的 第四件就是溫室氣體及減量的管理法 在6月15號通過 那我們在很多環保環底 包括政府 台灣也在12月的時候去參加巴黎的COPE 21 我想這是台灣在減碳 在這個能源政策非常大的一個開始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能源的立法 減碳的立法 第五就是經濟部開農地違章工廠 違章工廠就地合法的大門 這是非常大的不大 或是我們認為是一個為師 尤其對農地 土地的使用 第六大順位是國土計畫法 在12月28號通過 12月28號通過 那國土計畫法其實跟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 所有的股地管理有關 我們希望這個法好好的推動 第七個順位是11個事件 銀寧縣因為空氣品質是全國最差的 銀寧跟嘉義 那他們在地方自治立法上訂定燃燒深美及石油膠自治條例 禁燒深美及石油膠條例 對於環保署 中央政府把它駁回 這對地方環境保護上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跟傷害 第八順位是宜蘭榮社的這個管理 那也被在宜蘭縣政府經過一陣子的推動 後來又撤回去 收回去 這個也是很大的一個壞消息 第九位就是去年台灣也面臨十年來的大乾旱 其實全世界來講去年是136年來有史以來 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那台灣一樣面對這一個氣候變遷的衝擊 所以第十位是核四 我們在去年7月正式封存 那當然這個從這邊開始就要啟動 核四的封存跟往後的核一核二 核三的其實除以 那這幾點十大新聞其實有五大點是負面的 也就是都是正義或是處理上的不大 那當然也有正面的 就是像這個活動計畫法的開始 那或是氣體減量管理法的開動 那這裡邊顯示的包括說我們全球的環境 不管是減碳或是氣候變遷 也衝擊到我們的這個像是旱災等隔熱 都都是我們不能置外的 所以我們覺得去年實際上是在台灣也好 全球也好 在環境的這個意義上 都是非常關鍵的一年 而我們希望在今年2016有更好的民間參與 更好的政府能夠來面對這些環境問題 開動一個新的環境上的永續治理 那簡單更歸於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劉資堅部會長的報告 那麼在這邊再做一些補充 臺灣環境保護人們每年都會在一年的年初的時候 那麼公布上年度的重大的環境新聞 那我們會選出十個重大的環境新聞 那今年同樣的 我們先整理了2015年度裡面 比較重要的環境新聞大概二十項 那在針對這二十項邀請環保人士來進行這個 就是國選十項這樣 那麼在綜合統計 大家國選的結果 那我們就排出這個順序 那第一順位就是國選最多的 那一序這樣排下來 那我們排出了十個重大的新聞 那麼我們知道當然臺灣環境所面臨的問題是很多 那在這十項新聞裡面 有的是令人心鼓舞的 有的是負面而令人感到遺憾的 那麼比如說一些嚴重多年的瓦案 像文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能夠完成立法 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另外像國土計畫法 這是國土規劃的最上位的一個法案 那麼長期以來我們也呼應 要完成這樣的立法 使得我們的國土規劃及使用的這個體系能夠完善 那麼這樣的計畫法 能夠終於在去年通過 也是令人感到高興的 那麼當然有一些令人感到遺憾的趨勢 就像這個我們日月光的這個牌方會損 惡神居然是判不罪 那麼這顯示了我們的這個環境方面的這個 司法人員可能相當缺乏 那當然我們過去一直呼籲說要建立這個司法的這個法庭 那目前看起來 那麼在這方面還是有待能力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 行政機關在很多土地的管制上面在雙綁 比如說這個要讓農地就地合法 那這樣會造成更多的農地的喪失 以及更多農村污染的這個產生 這些污染當然不一定是滅水的污染 還有空氣的污染 以及土壤的污染等等 那這樣的環境污染的現象 那麼也是令人擔心的 特別是我們全民都很關注的這個空氣污染的改善問題 那麼到去年為止 那還沒有看到成效 那地方政府想在民眾希望能夠改善空氣污染的情況之下 以空氣污染防治理做出積極的措施 訂定了這個自治條例 卻被中央環保署認為違反民望而宣告如下 這樣限縮地方政府權限的一個作法 也是令人感到遺憾 那總的來說 我覺得台灣的環境問題 我們一方面看到了這個 許多負面的這個現象產生 我們看到千長百孔的台灣 還沒有辦法呼籲起來 但是有一些我們期待已久的法案 終於立法 我們希望這些法案在將來能夠真正發揮它的功效 那新的政府已經產生了 我想過去的這些不當的環境施政 也是造成把政府受到人民的制裁 而喪失政權的原因 我們希望新政府不要重蹈法政府的覆測 應該提出正確的環境政策措施 處理人民關心的環境問題 讓台灣早日布上規和家園 然後健康安全的美麗家園 謝謝 各位媒體還有各位環保團體的夥伴 大家早 那今天是我二月五號 然後二月一號才剛上任 我是新任的立法委員 我叫陳曼蒂 那我想就是說在今天環保聯盟 他經過票選 然後選出來的十大的環保新聞 這個部分其實對台灣滿重要的 因為這個裡面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環保新聞裡面幾乎是從天上 從天上一直到地底下來 全部都有問題 那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關切 尤其是我們看到了去年的一個大旱 就是天氣非常熱 可是今年年初大家又感到大寒 所以呢大家也看到就是我們的環境 受到很多的這種氣候變化的關係 受到的影響 不光是我們的農民的農產品受到影響 我想很多消費者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東西沒有 所以物價就一定會上漲 所以大家也是叫普連天 那在這個環保聯盟提供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我們會看到其中其實有四項 有四項東亞其實跟我們的電價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電價剛好在去年 我曾經擔任一年的經濟部的 電價費率審議會的委員 那當然因為我們在審那個電價的時候 他會以立法院通過的這個電價公式 來做這個計算 所以我們的彈性其實不大的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按照那個公式來走 那但是呢 在去年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四月一號的電價 還是十月一號的電價都是降價的 那這個降價呢 事實上就是說 它其實有一些的東西 可能思考還不夠周延 包括就是說 我們也看到台電的結餘就是有四百億 那可是台電的這個結餘四百億的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是按照那個電價公式這樣算起來 就會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是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想就是說 這個四百億呢 如果按照以前的想法 可能就是說 那就回饋給我們的每一位的用戶 那我們大概有七百多萬的用戶 那大家回給他們可能是幾百塊錢 或者幾十塊錢這樣子 那但是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會想到說 其實國家的政策很重要 如果是說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 是往這個再生能源的這樣方向去移動的時候 那但是我們在再生能源的這個部分的 基金的來源就太少 因為呢 我們的政府大概只能夠從它的這個裡面呢 撥入一小塊出來大概只有六十億 去年大概只撥了六十億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資源 來發展我們的再生能源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惜的 台電明明是賺錢的 可是呢 我們就看到 我們應該去發展的這個方向 卻是沒有錢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大力的發展 那一座核電廠都要三千多億 所以我想是說 如果是說我們能夠把一些不當的這個發展的錢呢 能夠把它轉到我們的再生能源來的話 其實我相信 台灣的這個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一定會更快 而且能夠鼓勵到我們的產業 甚至我們的家戶社區 他都能夠一起來參與 所以我想說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台灣未來要走的一個方向 尤其在今年我們看到了新政府的行程 還有新博會的行程 大家對於再生能源的這一塊呢 都希望能夠好好的去發展 那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當然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公務門 他也能夠了解到說 這個政策方向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想說 請行政院 請經濟部 請台電公司 在再生能源的這個部分的發展 它應該要更加的用力 甚至呢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立法院這邊呢 對於電價的公式 它裡面的一些內涵 是不是能夠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符合 我們大家的期待 以上是我的一個發言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其實就像剛剛 陳曼儀委員講的一樣 就是說在去年的4月 跟去年的10月的時候 台電在這兩次有利潤的 就是有 看起來有多一點利潤的時候 都用降電價或電價回饋的方式 來處理這筆經費 可是我們知道 其實台灣 我們在整體的能源轉型的工作上面 我們從供應面 從需求面 從系統面 從電網的部分 都還有很多基礎的建設跟工作 需要再做股牆跟投資 那特別是剛才說 像是再生點員的一些股助 或再生點員的一些優惠的一些做法上 或者是說像智慧電網 那甚至是像節能的工作 其實它都需要整個國家的資源 再進一步的做投資 所以用一種煙火式的 一時的把這個超額的利潤 400多億的超額利潤一次的給花掉 其實它對整體的台灣未來 不管是能源的政策 不管是對產業的政策 不管是對於人民的其他生活福祉 其實能幫助的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其實是希望 今天台電能源局跟經濟部行政院 應該做出對的選擇 應該要有長遠的眼光 前瞻的眼光 那把這個這樣的經費 用在再生點員投資 智慧電網 或者是節能的投資上面 它對於未來整體台灣帶來的效益 絕對遠遠超過一次煙火式的 電價回饋的輔助 我們必須說 其實在帳電價這件事情 當然在社會 在電價的這個問題上面 當然在社會上面是一個很敏感的一個議題 但是我們也可以說 如果台電願意 台電跟經濟部願意做出對的選擇的話 台灣的公民團體 NGO環保團體 也一定會給予台電對的選擇的支持 那我們其實需要更清楚的跟社會傳達 為什麼我們不希望一次性的這種短視的煙火式的回饋 而是我們需要一個長遠的投資 因為台灣的整體的轉型的工作 還非常非常的漫長跟艱辛 真的需要領導人 需要整個社會 有一個長遠的遠光 有共識性的一起往前進 謝謝 那請分享 還是 那個再生能源是這次大概COP21裡面 大家的一個共同的一種決定 就是我們到底能夠怎麼樣子 解決我們經過變遷問題裡面 非常大的一個議題 看剛剛那個2015環境十大新聞分析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大概百分之七十 大概都是跟我們的石化有關係 那後面也是石化造成的我們的溫室氣體 然後導致魚氣不變遷的問題 所以整個台灣 我們必須像西方一樣 我們必須要從一個工業 然後就是重污染的一種工業裡面給它轉型 那我們都知道說這裡面有大部分 也還是花在我們的能源上面 所以能源轉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們又不要核能 然後我們又不要這種石化燃料 那大概再生能源是最重要的 其他國家它們在發展再生能源的時候 大概都是從所謂的不永續的能源裡面去 拿出錢來 撥一部分的錢來轉到再生能源的上面 可是台電的話就比較奇怪 它必須要從我們的其他莫名其妙的一些 就是我們的那個再生能源的吸金 就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錢的來源 那剛好是這樣 比如說這一次已經是一個全球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減緩這個或者減少用石化燃料 所以對這些阿拉伯國家或等等 他們在賣出他們的石油的時候 突然是用非常疊價的方式來賣出 不過這是一個短暫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應該利用現在這樣子一個機會 做一個很好的轉型 就是在他們疊價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原來我們要不斷上升的時候 這個電價上升的時候的這個費用 轉用在再生能源上面 那我們都知道說再生能源 其實我們只需要花那個基本的設備的費用 其他以後那個鏡頭的燃料費用都是免費的 太陽不會寄帳單給你 風也不會寄帳單給你 我們逐漸逐漸的轉變 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將來逐漸我們看到的環境新聞 不再是那麼可怕 會越來越乾淨 另外你給了十大新聞裡面的重要的議題 是水資源的問題也跟機油變遷有關 那麼請水資源聯盟明明明 大家好 我是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因為今天主辦單位說 這裡面有兩個議題是熱烈光灰水 還有十年大漢的水資源的問題 事實上我給它看起來 我們主辦單位整理得太好了 這其實十大議題裡面都跟水有關 因為從空污問題 它如果說再多那個雨下來就是酸雨 那酸雨就會又影響到我們的水資源 那再來是後鏡如果說它關了廠 它目前還有一些油草還在用 可是關了廠之後 它的原來的腸子是不是水沖一沖 到時候又怎麼樣的汙染到了這個河川 所以真的太好的整理了 第三順位不用講了 熱烈光的溃水 因為這樣我們才緊急的去把它更改了一個水汙染防滯法 那最高可以花兩千萬 可是那已經是沒辦法說 對這個熱烈光有什麼樣的影響了 再來第四個順位溫室氣體減量這一個 當然也就是跟二氧化碳 包括這些怎麼樣排這個循環的 其實這整個空污都跟水汙染都一樣 都是一個循環 再來是這個農地的圍山工廠 糟糕了 灌牌分離啊 所以這個都沒有灌牌分離 這個跟水也是有關的 第六順位國土計畫法 我們很感謝我們承判力委員 昨天的處理秀 是獻給我們水汙染 我們昨天有一個地下水的補助敏感區 地下水補助敏感區 很多縣市就是 你不能給我限制什麼300平衡公尺 結果我們又看到一個第七順位 第八順位是宜蘭農舍 宜蘭就是地下水補助敏感區 結果事後還聽到 有個偷偷告訴我 其實宜蘭線這種也想要開放到500平衡公尺 所以這個都跟水汙染有關 然後再來第七順位雲林的這個生美石油膠 滑鼠又不讓人家通過 結果台電的一些煤灰又是這樣 也埋上我們彰化的海濱 然後他又說他們已經通過了 這個又跟水有關 尤其我們彰化都是和地下水的 所以這怎麼超高的 我們所有的水都 整個環境污染都有關 剛才又講了第九順位十年大旱 現在大家有水了 就忘記了說缺水的時候怎麼辦 等到又缺水的時候又限制來吵架 所以第十順位和氏 和氏的有一個報告是宿舍區 有重機署的那個水的排放 我有看到那個報告 所以如果今天和氏如果空存了 那帶著這個水又要怎麼樣去管制 所以謝謝我們主辦單位 我們環保聯盟 列了這十大議題 可是跟水其實都息息相關 希望我們的政府、新政府 你們如果在想這些所有的經濟的之下 整個環境的議題 包括我們的資源 再生能源之外 我們的自然資源不要也去破壞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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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很想要看 謝謝 謝謝 謝謝你